其實算算日子 短短三個星期吧 我們看到這個牛肉麵風波 一路進階到了3.0百 好 大家都愛問說 為什麼我們政府老要拖業者下水 頻頻跟業者作對 不讓他們好好做生意 一切就是要毀牛救豬嗎 好 我們來看到這一次 是蘇院長自己得罪誰了 得罪性供肉品 我們先來看到 昨天在立法院 蔣萬安質詢的這一段 那是我自己親身自己 我到屏東我去看了豬農 我實際去看 他們跟我反映 他們很擔心 他們的養豬產業受到衝擊 你看哪一家 所以 你看哪一家 他們叫我不能說 你就是這樣 他們怕被查水表 喂 你這就是不懂 屏東的豬農我非常熟 我都在臉書上公布了 我的影片 我非常熟 所以陳主委 屏東豬農都支持我們 現在豬農配偶 但上禮拜 我去屏東 那個信公出口豬肉 到日本 他還是國民黨中常委 他很支持 現在 他是對黨的中常委 查場 你們現在五大管制措施 我可以告訴你名字 信公 他很支持 你要不要去查場 好 這一次就是蘇院長自己踢到鐵板了 不過我們帶您來還原 這是逐字稿 昨天在立法院的現場 這個是蔣萬安剛提到了 就說兩週前 我們到屏東去看了豬農 他跟我反應很擔心 那麼蘇院長又立刻問說 你看的是哪一家 哪一家咄咄逼人 那麼蔣萬安就斷了一下 就說他們叫我不能說 知道蔣萬安的意思 就是要保護這些豬農 免得被查水錶 好 結果當時在台下的 所有的民黨立委 幾乎是哄堂大笑 那麼在事後 不管是民黨立委也好 或是一些側翼網軍 就開始發動對蔣萬安的攻擊 說你看吧 國民黨立委 就是這樣不敢站在質詢台上 質詢如此的不堪一擊 好 那麼回到在蘇貞昌 和蔣萬安的質詢現場 蘇院長很強勢 他說你這就是不懂 屏東的豬農我非常熟 屏東豬農都支持我們 上禮拜我去屏東 他剛剛特別提到了信工 信工出口豬肉到日本 他很支持 可是不到幾個小時 我們看到了信工肉品 立刻發表公開聲明打臉 他說的確11月19號 蘇院長帶團隊 力臨他們公司 參與著他們公司的 這個外銷封貴儀式 全程並沒有討論或是提及萊豬議題 那麼信工實業董事長楊博人 他封貴儀式當天因為商務 他不在台灣 並沒有與蘇院長接觸 或是談及任何萊豬立場 以及相關議題 好 我們看到這是楊博人董事長 他就說現在即將要開放萊豬進口 藍綠攻防的敏感時刻 他們要來不是好事 只能客氣接待 講話要特別謹慎 不能夠被借題誤導 而且他說蘇貞昌 歐被共 還把我拖下水 實在講得是太過頭了 我怎麼可能支持萊豬 這話當然是立刻打臉了蘇貞昌 好 我們回到11月19號 當然來看到當天的這個 肉品商的豐貴蕭日儀式 的確蘇院長 陳吉仲主委 都來到了現場 那麼當然被肉品商打臉了之後 而且打的是又腫又痛之後 行政院秘書長李孟燕 也趕快出來解釋了 但我們看到似乎好像還是繼續拗 他說豬農對政府促進產業外銷 都相當的支持 而且相關政策可以成功 並非要表達特定產業或廠商 對美豬開放政策的支持 好 在今天蘇院長的說法 是說其實講的是豬農很支持 台灣豬的外銷政策 好 當然大家有眼睛 會看 有耳朵會聽 那麼蘇院長的發言 包括了台北市議員徐曉星就說 大話不要說太多 有沒有聽到打臉的聲音 騙神沒有 報應我不知道 但騙人馬上會現世報 好 那麼國民黨文庄會副主委 王子哲也說 蘇院長既然神明都敢騙 那麼在立法院公然說謊 製造假訊息也算是真情流露 這個絕對浪得虛名 好 那麼這個時事評論員 朱學恒也酸 就是說不要以為每個豬農 都像寶生大地一樣的好脾氣 不過我想要嚴肅一點 來看待這件事情 就是有志 這一波接一波的攻勢 就是在昨天我們才講到家樂福 家樂福被王浩宇指控 有使用萊牛 結果才隔不到一天 又爆出了性工肉品 結果這一次出來指控的 居然是蘇院長 當然他後來又改口了 所以我們要想說 看到這個肉品商這樣子 趕快捍衛自己的傷愈 出來打臉 這一巴掌打下去 蘇院長的臉應該是又腫又痛吧 很熱 變成一大一個巴掌 他不但是刪他的巴掌 我覺得蔡英文總統 你要看清楚了 他一刪下去 連趙天理的巴掌都響 趙天理還在野餘人家金銅 沒有完 發文不到一個小時 一個多小時 信工就發聲明了 啪了一聲又打回去了 一個蘇貞昌 現在已經拖多少人下水了 丁怡銘對不對 皇家牛肉麵 家樂福 現在信工 趙天麟 全部都拖下來了 一個蘇貞昌 我說蘇貞昌現在真是 豬八戒 里外不是人 他真的是豬八戒 里外不是人 他真的是豬八 對不起 我常常會感冒 他現在我覺得他一個人 已經造成了整個環境 整個團隊出問題了 而且把所有的大家環境 全部都拖下水 他一個人 當我們以為 丁怡銘皇家牛肉麵事件 我們在這邊已經罵到 已經是狗血淋頭了 我們已經深思粒解了 不要再這樣子搞了 把大家全部都撕裂成如此 不要把皇家牛肉麵 再拖下水了 丁怡銘 已經都被懲罰了 已經搞到如此地步 當我們覺得 如果是我們自己 千惠 我 甚至居一哥 那都有見識的人 我們可能被人家講一次說 那我換個方法好了 千惠 沒有 馬上王浩宇就接下來了 就一波結一波 然後同樣的模式 同樣的梗圖 同樣的農場繼續 當我們覺得說 王浩宇都要被罷免了 然後大家講說 你們團隊已經夠誇張了 你們應該完了吧 沒有 蘇貞昌馬上回血 回血之後 在你看那個叫國會殿堂 那種傲慢偏激的那種嘴臉 真的是已經到 你看 就是這種嘴臉 他已經到了目空一切了 多少人因為他現在下台的下台 被人家又被罷免的罷免 兩家公司 一個皇家牛肉麵 一個家樂福 已經大家接了多少的電話了 現在進階了 其他兩個小夥子 搞的是牛肉麵店 跟一個賣場 我搞上市公司 直接從信工直接來 直接 而且更誇張的是 他竟然有辦法 其實他是不是一個策略 千惠 他是一個策略 你以為蘇貞昌真的不知道 信工裡面的董事長楊柏仁 是國民黨中常委嗎 他講得清清楚楚 他有自己講 他講得清清楚楚 他是你們中常委 也很支持 你想想 往回推 蘇貞昌的策略是什麼 跟牛肉麵一模一樣 跟家樂福一模一樣 我只要把這些人拖下水 變成我的人 所以所有事情就合理化了 對不對 只要把皇家牛肉麵 牛肉全部拖下水 萊豬就合理化了 只要把家樂福拖下水 你們這些公司 就不敢再講我了 只要把信工拖下水 你們國民黨 沒錯吧 就閉嘴了 誰叫你們中常委都支持我 千惠 他本身是不是一個策略 他本來是一個策略 可是這四個字 就可以用在他身上了 叫錢 驢 即窮 他已經用到沒有方法了 他就這麼一招 大家已經看透蘇貞昌了 為什麼一直弄 從皇家牛肉麵弄到 家樂福弄到這個 因為錢鱗即窮 他從頭到尾就這麼一招 你還記得錢鱗即窮的故事 人家老虎要去吃四川的鯉 然後踢他一下 好害怕 第一腳就是丁一鳴 就是皇家 到第二腳 大家在吃他的時候 家樂福踢了一腳 他說原來他這腳還真可怕 第三腳 信工來了 你覺得他還有第三招嗎 沒有了 蘇貞昌就這麼唯一一招了 他的唯一一招就是撕裂 就是把所有的蔡政府 民進黨政府的人 全部都拖下水 雖然他的策略是要拖奶牛 雖然他是要拖家樂福沒驗過 他疑似以為沒驗過的豬肉 疑似信工會聽我們萊豬的發言 造一個舞台 求證 旁證 劇本 導演 都是我的人 當你跳進來跟我一起演的時候 大家就一起了 結果信工聰明 第三次聰明了 這隻老虎聰明了 老闆姓就是這隻老虎 老闆說什麼 我在大陸 不在台灣 小心 我們對手是這個人 朱貞昌 老闆特別講的 小心所有全程錄影 不要談到有關政策 如果政府希望我們講 有關說到日本 我願意講 其他的不要再做了 如果拿掉他是國民黨中常委 他叫信工豬肉肉品公司的董事長 這一邊叫蘇貞昌 公司 民間的公司 不再相信政府了 千惠 這是多可怕的事情 照理說一個人 行政首長來到我公司 行政院長來了 我來講一些政策 我來彰顯國家 國家對我願意 不是 現在所有的人一進來 蘇貞昌要去 大家先打一個什麼 問號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來搞我 而且現在是蘇貞昌的門 蘇貞昌門 一直要一下門 一進來我羅友智的辦公室 進來李俊一的辦公室 進來王鴻辦公室 我會先想 他是不是要來搞我 可不可怕 所有民間企業都不相信 這個政府的時候 有政府還放心嗎 很可怕 我就講 我最後講 我昨天跟一個綠營的主管 然後我在臉書揶揄他 我說你這個行為 跟陳柏惟有什麼兩樣 我今天去拜訪他 就跟我吵架 我說怎麼了 我說你跟陳柏惟沒兩樣 你為什麼生氣 你說我懦弱 你說我只敢嘴巴講 我說我沒有這麼講 你懂我意思 他把陳柏惟等於懦弱 等於只敢嘴巴講 我想今天更誇張 今天我在旁邊聽 有兩個人正在罵對方 為了一個議題 然後他就三字經 你下蘇貞昌 然後人就翻臉 我在旁邊聽 吵架了 為什麼 他說我罵三字經 你不高興我三字經收回 他說不是 我生氣你罵我蘇貞昌 我說罵 蘇貞昌為什麼這麼生氣 你罵我蘇貞昌 表示我言出無語 騙子 騙神明 然後那個阿爸 霸凌什麼話 我全部唸出來 老百姓現在心目中的 蘇貞昌是髒話 罵人家 已經成了罵人的話 你可以罵我三字經 但是不能罵我蘇貞昌 這個就是現在的政府 千惠還要撐多久 不過我們看到行政院 蘇貞昌並沒有針對 信公這個事件道歉 但是剛剛都有提到說 蔡英文總統要不要出來 出力幾雷 我們看到蔡總統回應了 關於立法院的質詢內容 蔡英文說 根據他的瞭解 當時重點是討論進口萊豬之後 對台灣養豬產業的衝擊 行政院農委會花了很長一段時間 跟豬農溝通 也全力支持豬農 而且準備了130億的基金 協助養豬戶的轉型升級 打開國際市場等等 讓台灣豬更有國際競爭力 他同時強調 行政團隊和院長 真的很辛苦 韋翰 其實這件事情真的是誇張了 就是完全是皇家牛肉麵的事件2.0 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我跟大家講 我對這事情看法只有一個 到底是誰的眼中只有政治 你只看到蘇恩昌去嘲諷蔡萬安 你只看到他在跟他講說 哪一家 哪一家 然後後面信公回來回批等等 你先想一件事情 為什麼蔣萬安跟孫昌的 質詢過程當中 台下有那麼多名將立委關注 而且事後去PO 金銅如此不堪一擊 連媒體都跟著走 網路上都一片 他們根本沒有在關注萊豬的議題 昨天的那場質詢的過程 蘇院長跟名將立委 關注什麼 不是在關注萊豬 我現在就跟大家講 關注的是如何擊潰蔣萬安 如何擊潰一個可能 不一定是他 在2022年選台北市長 只有跨境在而已 所以今天才會有金銅如此 不堪一擊這樣子的標 這樣的媒體報導跟影片 以及立委 剛剛有事講的 趙天麟 他PO那個到現在還PO著 他就是要去嘲諷蔣萬安 可是台灣的民眾 超過6成7不吃萊豬 他不管 他想告訴你 蔣萬安好可笑 上一次被打臉有沒有 吃美國豬 語色講不出來 這一次哪一講 我不能說 金銅不堪一擊 就是在打這些口水戰 你以為黃江牛肉麵店的時候 他想的是萊豬嗎 也不是 想的是怎麼樣擊潰柯文哲 我現在講的並不是說 我喜歡柯文哲 我喜歡柯文哲 我幫他們兩個講話 而是說你倒回來看 當台灣的民眾 對於萊豬跟這個相關的食安議題 非常關注的時候 民進黨他想的根本就不是這個 他在想要怎麼樣 在這個過程當中去 得到他的政治利益 去擊潰他們而已 其實很簡單講 我跟大家說 是誰把萊克多巴胺的肉品 當成是毒的 是誰 當初是誰走到街頭以後 是講反毒牛的 我等一下給大家看那個照片 是誰 是民進黨在遊行的時候 講反毒牛 然後是誰告訴你 當萊豬來了以後 會影響700多億的台灣的 豬農的產值 是陳其中 是陳其中在2013年 當中興大學教授所寫的文章 是誰告訴你這個東西 絕不能吃 是民進黨 所以過去這十幾年 如果說萊劑 現在變得安全了 民眾為什麼還害怕 是你告訴大家 這個東西絕不能吃 你今天這樣子的質詢棍當中 你不去仔細聽 講話案在問你什麼 茶廠 講話案那個形同 也算是一種茶廠 從台北 他是台北市的立委 為什麼他要坐高鐵跑去屏東 他要實際了解明末 不能自己在想 我看看報紙以後 報紙怎麼寫就好了 你看這份報紙寫的是那樣 那份報紙寫得不一樣怎麼辦 我親自去看 結果我看了以後 當地的書籠告訴我 肉餅商跟我們講 不要把我的名字弄出來 因為我怕我會被查水錶 最後散狀 有沒有 現在信公是PO了他的聲明 跟大家講 我們完全沒有在那一天 跟孫昌院長 談到有關萊豬的問題 李莫業秘書長今天也出來解釋 沒有 談的是說 這個很支持行政院 行政院幫助我們台灣肉品商 將台灣的豬肉 外銷到日本誰會反對 我也贊成 可是你今天不能講說 他贊成這件事情 等於贊成萊豬 講完要問你的是萊豬 還是說台灣豬外銷到日本 所以你怎麼可以把他的支持 當成是支持萊豬 今天蘇生昌院長 他以前是台大橄欖球隊的 橄欖球協會人講說 蘇院長你橄欖球怕不怕 我給你支持 他也支持萊豬嗎 因為他也支持蘇院長 所以支持蘇生昌的人 全部都支持萊豬嗎 你要把議題分得清楚 今天這件事情很簡單 如果那一天皇家傳承牛肉面 沒有去驗SGS 跳到黃河洗不清 因為行政院說他有 他是萊牛 你就沒辦法 你怎麼說就沒辦法 如果今天講案沒有先拍好影片 他也跳到黃河洗不清 直接就用政治幫你KO 說不出來 不敢講 哪一家 當然我覺得這一點可以是 顯示出蘇院長他的輕忽 他該去做調整 他是屏東老縣長 他可能自覺我很熟 可是你既然很熟 蘇院長 難道你真的沒有聽到 台灣很多民眾是不要吃萊豬的嗎 包含民進黨的支持者 包含你的屏東鄉親 一定有人要吃 有人不愛吃 要吃的你都說 我的朋友不愛吃都沒聽到嗎 所以當蔣外人提到屏東的時候 我看到蘇院長他的表情是 死心瘀色 屏東 這我的本命區 來我這邊給你 哪一家 哪一家 對方不敢講 你都這樣 根本沒有去對不對 就人家有影片 如果講完沒有拍影片 白口莫辯了 第三個 如果他所講的信工 最後沒有經過 我跟大家講 因為我不認識信工的老闆 為什麼早上就質詢了 到了晚上10點多才去發聲明 我不知道他內部怎麼樣 我個人的看法跟分析 其實爸爸跟兒子之間看法 不一定那麼相同 因為是兒子接在蘇院長 爸爸還跟他講有沒有 你要全程錄影 就是怕在你創空 你今天跟我見面以後 出去跟他講說 信工很支持 我們支持萊豬 如果信工不敢發那個聲明 這事情又傳夠水無痕 信工就變成是 支持萊豬的台灣肉品商了 你有口說不出 你不能講 但是你今天發的聲明 我就跟大家講 從今天開始 明天 後天 網路上講信工過去 有什麼違規紀錄的 我不知道有沒有 被批評信工怎麼樣 給一心負貧的 開始網路的商品又湧進來了 怎麼會這麼小 拜託 拜託不要來好不好 所以那個信工老闆就講 一開始他就覺得說 政府官員要來 最好是信償屬性最好是不要來 我們什麼時候已經變成了 政府官員要跑去 我們的各行各業去視察的時候 各行各業的老闆不是高興 是擔心說來 我也歡樂 沒有來 我也歡樂 任意料的時候說什麼 我否認也歡樂 沒有否認也歡樂 鄉民趕快出征什麼 如果我不出來解釋的話 我信工又變成全台灣認證 支持萊豬的肉品商 我以後怎麼混下去 大家都懷疑我信工有沒有用 萊克多巴胺 大家不買我肉怎麼辦 所以政府為什麼要讓老百姓 為什麼要讓這些廠商進退兩難 你何必拿信工出來這邊背書 你好好地回答講話題問不行嗎 他問你為什麼要使用萊劑 是誰把萊克多巴胺視為禁藥 我現在跟大家講 就是孫昌院長 就是孫昌院長你自己把萊劑 當成是禁藥的 然後禁了這麼的十幾年 從2006年一直禁到2020年 8月28號 突然一天之內跟大家講說 七天開始這個不算禁藥了 也是民進黨 所以今天如果你要去想說 國民黨怎麼回事 這一次他跑去抗議 他跑去丟這個豬腸跟這個 民眾雖然也有反對 可是支持的還是比較多 為什麼 因為民進黨告訴台灣民眾 萊劑不能吃 萊劑是毒 已經講了十幾年了 現在你把你過去跟大家講的毒 叫大家吞下去 誰吞得下去